这绝对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大的国家击道歉案 据美国彭博士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 扩展美国大陆架外部接线的公告一文单方面宣布 美国将正式把距离海岸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 部分赋予外大陆架的合法身份 届时如果该项法案获得国际社会默许 美国将一夜之间在其拥有的所谓外大陆架地区 获得多达100万平方公里 面积约为两个加尼福利亚洲的专属经济区范围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这次又是在口嗨吗 我认为美国人这次大概率是在玩真的 据日本独满新闻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宣布 日本将把其位于小丽园群岛 富岛以东的大部分海域 纳入大陆架延伸段 而这意味着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面积 将一夜增加12万平方公里 这个面积相当于当前日本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有确切消息正是对于日本此次的阔害 已经与美国政府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谈判拉锯 一直到最近因为特殊原因 日本才获得了美国的支持 毫不讳言 当时在看到这个消息时 我还在疑惑美日之间是否又达成了什么肮脏交易 果不其然紧随日本之后 美国人也加入了抢劫大军 显然如今的种种迹象表明 美国在与日本在达成了某种利益共识之后 已经开始了联合行动 根据公开信息显示 美国此次单方面宣布 赋予本国外大陆价合法身份的地区 分别包含北极、大西洋、白令海、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和墨西哥湾等七个地区 其中除去大西洋、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和墨西哥湾等 多个地区的灵敲碎达以外 美国此次百万阔海的主要地区 被集中瞄准了北极和白令海地区 气候寒冷、荒芜人烟、鸟不拉屎 瞄准了北极冰原的美国人 还真就铁寒寒 如果谁这么想 那么我只能说它天真 2007年 北极海滨的夏季回退量 远远大于历史观测值 当年春季 北冰阳上有近1500万平方公里的海滨覆盖 但是到了当年9月中旬 海滨覆盖年最低点时 仅剩下417万平方公里 这是自1979年卫星观测以来 最大规模的北极海滨消融 历史上同期均值因为700万平方公里左右 当然记录还在被不断刷新 2012年 北极九月海滨覆盖再一次突破记录 进一步缩小为341万平方公里 而在此刻 2019年8月中旬时 北极圈内的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32度 我只能说一场灾难性气候变化下所酝酿的机遇 正在加速向世界奔来 事实如此 相较于全人类共担的灾难 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北极利益确实实实在在的 一是自然资源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 北极地区拥有地球13%的未碳明石油和30%的未碳明天然气 当然以碳明的数字更加令人兴奋 北极地区仅煤炭储量就高达1万亿吨 占全球储量的25% 且多为低流的高品质煤炭 油气资源更是潜力无限 仅俄罗斯主张的部分北极地区 就有两倍于沙特的石油储量 足够全世界消耗25年 除此之外 北极的渔业资源和森林资源 金银铜 甚至钻石等矿产资源 也是极为丰富 被誉为地球最后的宝库 二是航线优势 2012年北极夏季冰川融化量 创历史记录的同时 国际跨州航运却迎来了狂欢 超过120万吨的货物 被从远东港口启航驶向欧洲 因为海滨的消融这个数据 相较于2011年增长了30% 事实如此 没有海滨的北极航道 将是北半球的黄金水道 与北半球的传统航线相比 在需要破冰服务的情况下 北极航线在燃油费方面 可以节约15%左右 而船舶租金和通行费 将分别提高36.5%和12.4%左右 总港口使费基本相等 因此其航运总成本 可以节约3.8%左右 但是一旦北极冰川大量融化 在无需夏季破冰服务的情况下 由于没有通行费 3.8%的航运利润 将瞬间扩大至10.2% 这个利润有多大 足以撼动新加坡的国际航运中心地位 当然这一切只是开始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冰层的融化 北极地区每年可通行的时间 也在不断延长 据保守估计 最迟在2050年左右 北极地区将实现全线常年通行 届时在这样一条 联系东北亚 西欧 北美洲的最短新航线上 全球80%的工业产品和70%的贸易产值 都可通过北极航线 节约40%的运输成本 三是战略要地 一个最常见的问题 从最近距离讲 美国在中国的什么方向 我相信对于这个问题 大多数人一定会不假思索地回答 横跨太平洋 东方 但是答案真的如此吗 根据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郝小光所绘制的数版地图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中美确实隔海相望 但是那个海 不是太平洋 而是北冰洋 美国在中国的北方 数版地图的出现在 获得世界地图是革命 完全颠覆了普通人世界观的同时 也不可避免地助推 改变了既有的世界战略格局 在这幅地图中 曾被长期忽视俨然战略盲点的北冰洋 成为了云集世界主要大国北半球的地中海 从理论上来说 当今任意具备空天打击能力的国家 若掌握了北极的控制权 则掌握了针对环北冰洋各大国导弹打击 与兵员投送的战术之高点 则能在任何时候 对北半球任意大国 进行有效的战略俯瞰 那么问题来了 垂涎广袤北极地区的国家 仅仅只有美国吗 事实上早在2008年3月 也就是在中国国家地理提出 北冰洋是世界的地中海的仅仅7个月后 也就是俄罗斯在北极科考中 低调的将一面金属制成的国旗 插上北极点之后的仅仅5个月后 这个横跨欧亚 地理位置世界最北的疆域大国 就正式通过了 名为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 国家政策原则及远景规划的 世界第一份明确规划开发的 北极地区的政府文件 所求为何 俄罗斯除明确提出 北极地区的资源开发设想以外 更是以法律形式规定 一切外国船只在通过 东北航道时 必须获得俄罗斯的许可 并付费购买相关服务 一时掀起千层浪 加拿大 丹麦 挪威等还北极诸国争先恐后 毫不示弱提出主张 从表面上看 2013年之际的北极可谓全雄逐鹿 但其实只要稍微明晰 北极局势的人都明白 北极战场上真正的主角只有没有 对于俄罗斯而言 北极是其未来发展的最后希望 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 始终将压制北方巨雄市为极刃的美国 会坐视俄罗斯挣脱囚龙 逃出生天吗 在美国的组织率领下 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余北极七国 均仗其胆子 以维权之名 行封杀之实 这是一个阳谋 俄罗斯反对各国主张 无异于自我打脸 本国主张将丧失法理依据 俄罗斯做事各国化解 北极地区不仅将趋于破碎 俄罗斯同样会被美国所欲港口之中 沦为囚徒 普京深知俄罗斯之所以进退为谷 归根还是示威 要破此局 唯有引入强远 如今在多年的急遇之下美国 终于按捺不住正式对北极下手了 对此 我只强调一点 中国是还北极地区国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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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